字幕君 既然要聊龍與地下城 就來聊一下大家 玩遊戲的 歷史 大家第一部RPG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說仙劍雞霞傳 沒有耶 沒有玩過仙劍 不好意思 不然老人湊飄出來 不是啦 應該說一直沒有辦法玩 一直沒有玩完 一直卡在前面 你說天秤嗎 對啊 你是哪一部 林月如過完沒多久 又懶得完 每次都跑前面 林月如那麼 可能就是前面當死裡坡劍神 然後又懶 沒有沒有死裡坡劍神我真的 後來人家考驅過 他真的有點唬爛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真的 因為那時候的事情我幹過 就是那個什麼 生氣寶貝黃啊 生氣寶貝黃啊之類的 我正想說類似事情我幹過 練到那個三四十等 我記得我第一 我小時候玩過一個什麼西遊記 打怪獸 然後我一直不知道要進山洞 我就在第一張圖練到所有角色滿等 大概練了快一年 就小時候沒有遊戲玩 這也挺了不起 那個 神氣寶貝黃啊 我快知道可以進山洞就 不是有個人躺在路上 那是卡比獸啦 不是不是卡比獸 是有個阿伯 躺在地上 然後 你要到商店拿東西回去 給當博士 他才會起來 這個不知道 這我還真不知道 但是 生氣寶貝黃 越聽越像卡比獸 不是卡比獸 卡比獸滿在後面的 這個是一代吧 黃板 對啊有個老人 阿伯躺在路上 然後 他說我不知道他是幹嘛 反正日文的看不懂 然後反正 我後來知道說你要去商店 還是哪裡拿東西回去 給當博士 然後再走回來 然後他才會教你抓生氣寶貝 可是我小時候不知道啊 就是一直過不去 也不能去打四天王 也不能去打道館 就是那個什麼草 然後一直練一直練 練到三四十燈 小時候都有那種 特別的那種攻略 算是RPG 第一部RPG 應該算神奇寶貝了 神奇寶貝是RPG吧 我的話應該是Final Fantasy 請問是幾 是FF幾呢 FF7阿 大部分好像那個 如果家裡有PS 都會是FF7 可是我玩的時候不是PS 我玩的是PC版的 超級老的 惡靈古堡算RPG嗎 欸古堡我覺得算動作遊戲 可是他 你硬要說RPG 也可以 因為角色扮演他 也算扮演角色 也有資源管理上面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他比較算動作遊戲 比較說 對阿 確實應該比較偏是動作遊戲 但是又不是我從FPS那種感覺 對 突然又一陣沉默 大家都講完了 阿濃濃的老人臭阿 真是的 這時候 大家都在講 看是不是仙劍1 跳出來就知道 還有那個 炎龍騎士團 騎士團 就真的完全沒玩過了 這個真是真的老 真的老嗎 黃家騎士團 因為 仙劍1 我還可以玩到98版阿 98版 我有去 我有定有買阿 雖然我也沒有玩 我還沒玩完 我找不到我 公約本 那個 那個什麼 拿木口系列 有什麼傳奇系列的那個 RPG 不曉得你們有玩過嗎 傳奇系列 Tale什麼那個嗎 時空系列 對阿 Tale 早期還翻譯到什麼 時空幻境 時空幻境 時空幻境阿 對阿 時空幻境我有玩阿 我都在PSP上面玩傳奇系列 可是我記得我也都沒玩完 都是玩一款放一款 對啊 錢還有那個公民黑暗阿 那個也很好玩 喔 公民黑暗Sega 對 Sega的 對啊 然後 欸 怎麼沒人 提到那個 日本國民RPG 勇者鬥二龍呢 勇者鬥二龍 勇者鬥二龍 我有玩過 一二代 就是買PS4之後 那個 那個商店好像有便宜賣 然後我就要去玩 他是好像玩到二代以後 這個是不是太無聊了 我 勇者鬥二龍 就是 勇者鬥二龍 他 就是 一直以來 他系統都很固定阿 對阿 我是覺得 不知道我覺得現在 有什麼 聖劍傳說 跟那個叫什麼 Saga 系列 尼爾這麼新 應該都玩過吧 嗯 尼爾 尼爾 尼爾算 那算 動作遊戲吧 我覺得你也偏動作了 RPG的話 應該是 狹義上來說 就是那種 比較少動作 不然現在都叫ARPG 大家都沒有人提 軒炎劍喔 這是有點難過 軒炎劍一代 到時候我玩過欸 那時候在玩 鬥死模擬器的時候我玩過 可是也是不知道要幹嘛 一代以後回去玩一二的 嗯 我都想要從一代開始玩 然後 就被勸退了 還好啦 其實那個 對 一代的時候還是叫那個 煙刺霞 煙刺霞 令海誠跟聶小倩 那個時候 明顯的感覺出一股貧窮感 對阿 二代是 一代玩到一半就被勸退 二代蠻好玩的阿 悠辰換卷路 對阿 二代的華風之舞 他那個 但是我覺得二代開始好玩 是 他用同樣的體制系統去做蜂之舞 對阿 我覺得蜂之舞在公式上跟那些都很棒 跟動作上都很棒 所以現在開始聊軒炎劍 欸 倒不是 是因為RPG問我們RP 要我們聊RPG 要聊RG 反正都要聊RG 我最喜 可是我最喜歡的軒炎劍 既然是我沒玩過的那一款軒炎劍 可是我好像每一款幾乎都沒玩過 謙之痕嗎 欸 不是 二代 對 但我得老實說我喜歡 還是二代 沒有沒有啊 二代阿 軒炎劍2阿 然後接下來軒炎劍外傳瘋之舞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軒炎劍2 有何然做主角的那一代 因為軒炎劍2的封面很漂亮 軒炎劍2的封面 這個是我要告訴你們的 這個什麼 軒炎劍2的封面呢 跟銀痕英雄傳說小說的封面是同一個人畫的 對吧 對吧 所以我才會喜歡他 就是那時候覺得 哇 他這個看起來好有味 好有意境好有味道喔 他說那麼有錢可以請 嗯 那時候我們那個台灣的廠商都沒有 沒有啊 應該是說那個 應該是那個惠斯很便宜吧 對 因為那位惠斯 他當年 應該是沒有 那也是台灣 那也是台灣企業最有錢的年代 你知道 所以他們當時 那個想要把那個品牌建立起來的時候 他們就請了那個 我忘記這個人的名字 他後來有畫一部漫畫叫一刀鑽 對 然後 後來也有一些漫畫的那個時候 一些遊戲的封面也是請他畫的 而且我之前有提過喔 這也是我當年那個時候去 再去跟客戶提案的時候 跟他人家講的事情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特別講那個當年遊戲的合繪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以前的遊戲合繪非常漂亮 而且 很有趣 那個什麼 越是早期的 又越漂亮 任天堂 你回去找 如果你去 有機會的話 你去看那個紅白機的那個什麼 遊戲的那個盒繪喔 那個盒子 跟操任的那個 你會發現紅白機的比較漂亮 我覺得要看啦 像日常的會比較好看啦 那你看歐美場的 沒有 歐美場的 歐美場的也畫得很漂亮 真的 要看要看 你像洛克人儀 那原主洛克人儀的 每一場的那個 你去看看 那個是三小拿槍洛洛克人你看過 沒有 喔對 你講的是那種 比較成本低廉的 但是你如果比如說 像簡單說 像 比如說像ET有沒有 像那個 你就看Netflix裡面那個ET有沒有 你介紹的ET的那個 亞達利的那個版本 哇那個封面超漂亮的 因為電影海報的那個畫面 然後還畫 畫那個油畫啊 什麼的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那個遊戲的畫面就是很簡單 他遊戲的畫面越簡單 你就他就越需要你在宣傳跟行銷上面 給讓那些玩家有那個想像帶入感 你知道嗎 畫面要非常漂亮 他那個封面要非常漂亮 所以啊 那個時候 當年和惠畫的漂亮 然後你就可以 玩家就可以想著 那個腦袋裡面 想著我就是在玩這些人物 然後進去裡面 然後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然後玩這些點證圖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畫面越簡單 和惠就越漂亮 你知道嗎 你們畫面越漂亮 後面 你看現在那個PS4 PS5的畫面越漂亮 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和惠 所以根本就是直接把那個遊戲畫面直接截圖過來也就好 對不對 對 這樣有沒有很多開始走意境了 很多開始走意境 對他開始走那個意境 比如說像那個地平線 比如說像那個戰神 對不對 比如說像是最後生存者 最後生還者 是不是都開始做一些那種比較那個什麼 血液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那看了一些早期的 那個什麼 所以為什麼當年那個時候 《圈人間2》做起來 我會那麼想要玩這個遊戲 我覺得那個遊戲很棒 我甚至沒有玩過 你知道嗎 我玩 我後來在玩的時候 已經是那個三四 三四十年後 他上那個 他好像有上IOS 然後有一段時間有限免 然後我就去把他抓下來 可是 他的那個什麼手遊畫 做得非常爛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因為他畢竟以前是鬥時遊戲 所以他的那個什麼 觸碰什麼的 那個什麼 移植移植超級糟糕的 所以我玩一玩也覺得 好痛苦 好吧 好吧 然後以前的遊戲要花的時間 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也沒辦法持久玩 對啊 好吧 好啦 我們繼續聊 我還要 我沒有時間吃飯 你知道嗎 可惡 蘇兄 你能不能先 麻煩你先那個 把斗內的那個 在 TC的 那個 置頂先一下 我覺得我用電腦 等一下 那你等我一下 因為每一次我都還要去 我其實也記不住那個 那個 等一下 完蛋了 那個 我覺得我最近有那個什麼 記憶力問題 你知道 對 突然間有點 突然間有點 突然間 我要去 我要開始吃那個什麼 維生素B群 之類的 對 什麼 銀杏還是什麼 沒有啊 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可以增加記憶力什麼的 還可以 銀杏嗎 銀杏嗎 銀杏啊 銀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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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不覺得我好像常常有那個 在講什麼事情的時候 然後忘記專有名字 跟人民的問題 沒關係 這很正常 我們上了40歲的人 這種狀況就很正常 什麼 卡在 卡在腦子裡面 那個字出來 什麼 卡蛋了 等一下 我 好 你們繼續聊 不要理我 對 欸 聊到哪裡 剛剛不是在聊那個嗎 剛剛不是在聊那個嗎 剛剛不是在聊 宣言劍嗎 對 才說 大家有玩過什麼 有玩過什麼RPG嗎 玩過什麼RPG 我的第一款RPG 我的第一款RPG 我的第一款RPG也是PC Game 而且還是國產 啊 吞食天地 對 可是那也不能算國產的吧 不會是有八豆腰那一款吧 它不是國產 吞食天地到底是哪一款啊 它是那個什麼嗎 那個 不是那個橫版動作遊戲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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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指的是那個RPG版本的 就是那個什麼 桃園三節翼 然後 然後 有那個兵力啊 然後什麼 紅字好像有過 他好像有出過RPG 沒有他有任 他最早 後來我知道他其實是出在紅白機上面 但是呢 我玩豆子版的是 基本上應該是台灣盜版 然後那個直接把他 就是直接把他移植過來 然後就說那是他們弄的 這樣子 然後還拿到 聽說還得了獎 這樣子 對 但是因為 他們可能很理直氣壯 這三國的故事啊 對不對 有什麼 當年三國志也是 那個光榮三國志 有人盜版他們 然後也是有那個什麼 中國的玩家說 欸 那個什麼日本 那個什麼 講了我們中國故事 我們那個玩家玩中國的那個 有什麼不對的 那種 烏兄講了那個 我知道出在紅白機一款上 那個我已經玩過 而且他那個還是卡普空出的 對吧 那個 你們講的那個橫板 那個是後來 是後來接機的 就是那個 接機有兩個版本 接機有兩個 吞石天地有兩個版本 第一代的是那種奇馬的 對 對 變成接口快打式的那種 對阿 幻皮遊戲 對不對 對 是的 宋寇天尊卡普空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卡機感真是好阿 那 等你懂 等一下喔 繼續講 我已經講了阿 我已經講了我的RPG了 來 快點趕快PASS給別人 不然大家是講說我要講話 然後就不敢講話嘛 先講話啦 趕快去吃飯啦 真實的 這樣子我沒辦法 沒辦法食飯啦 來看 尊池天地中文版 唉呦 原來也是個收藏家 既然也是個收藏家 這個是那個台灣人盜版出來 這是四 合卡 十四合一 合卡 有幾款重複吧 唉呦 不錯喔 要把它保存好喔 這個現在也是不好用 不好找 任何東西其實都 年紀大了就會發現有很多東西 那個時候消失之後不再回來 所以請好好保存 對 大補帖 沒錯 大補帖 欸 沒有我講完了阿 其他人的第一個RPG 快點 好 我第一個是Final Fantasy 喔 蠻厲害的阿 Final Fantasy 那個是紅白機 那我看得懂阿 沒有沒有沒有我玩的時候是7分 可是我玩的時候 我不是玩那個 家用主機 我是玩PC版的 而且我買的那個版本還是EA代理出的 嗯 那麼晚 那你玩的RPG應該是 對啊 很久 沒有沒有沒有 我家裡很晚才有電腦 我家基本上沒有在玩遊戲機阿 阿我以前是玩街機比較多阿 在外面玩街機比較多 欸我真的從小無法理解街機 蛤 這是很好玩喔 不要 從小就有電腦就很無法理解街機 街機超好玩的 從D代打到 沒有我的年代就已經是家裡的東西比街機還要屌了 所以說就 我們外哥太年輕 不理解我們這老人玩街機 我們是不是有電腦阿 對我無法理解的時候 為什麼小時候無法理解 為什麼要去玩街機 我家裡的電腦比他好阿 我家裡的遊戲主機比他好阿 喔這你就不懂那邊有很多人 沒有阿 那邊有很多人可以單挑 對 那人不想出去被打阿 要去打狗天王你知道嗎 被人家捏 我知道阿 可是我怕會真人PK阿 真人PK是行友的事情 你自己如果有看過那個什麼 那個高分少女就知道 高分少女裡面 講的情節 基本上就是我們在玩街機的時候會碰到的事情 我那時候看到 你會碰到那個 他發生在街上發生正人PK的事情 但是你不會碰到那麼正的五口少女在街機機 當然阿 除了 我覺得 可能會有那種8加9少女 會有 不是8加9少女 會有那種 測試員少女 真的 而且是很強 我們 我們的世界是碰不到阿 我們世界是碰不到阿 我們世界是碰不到阿 就是我們那時候全部都是男人 我們那時候全部都是男人 很少很少 1990年 初期的時候只有男生阿 只有男生 對那個女生不會去玩那個 大眼亮的女生 是不存在現實世界的 但是 但是 那時候忍不住 你聽到講到街機 我就忍不住想要說話 可惡 知道嗎 到底他不知道你吃飯 對 我的那個還沒 胸口那個 三明治還在石道裡面 可惡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1990年代我們最喜歡去街機的地方 就是 就是因為那 當時那個畫面流暢 跟那個時候 聲光刺激非常漂亮 我1990年的時候 這 可能那個時候的 電視遊樂器也才超任而已 對阿 就是真的要等到街機 家用的主機跟街機差不多 我覺得至少都已經要到PS2了 PS1都還達不到那個街機的那個程度阿 對 因為街機也會成長 因為街機也是會 街機也是會成長的 因為大型電動 他也他也他也一直不斷的在升級 所以在比如說像早期那種街頭快達那種 到大概到 有PS1的時候可以達到 但是呢 讀取非常慢 所以 也會覺得很痛苦 玩起來很痛苦阿 那 好 然後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 一天到晚在那邊玩 然後而且 那個年代我們也實際上 要去買街 要去買遊樂器也很少錢阿 但是呢 你去玩街機 你口袋裡面 只要你不吃早餐 你就有可能有機會 玩個兩三道 知道阿 我知道阿 因為 小時候我沒有那種零用錢說 可以說 吃早餐 叫你自己去買 都是家裡買好的 但是到 國高中才有這種事情 嗯 就是國小不會有這種說 家庭不一樣 就是不會有時候給你十塊錢 叫你去買 那種的比喻只是你省下早餐錢 事實上我們當時一個月是 零用錢可能只有三百元而已 但是這三百元 你覺得我要去買到街 那個什麼 任天堂或操任是要多久的事情 當然不可以阿 所以那三百元就是那一個月 可能早一個天 就早一天 我連三百塊都沒有阿 可能只有 可能十塊錢而已 那你說要去玩街技 的話對我來說 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 我們在那個時候也有非常多 沒有錢的時候 所以就先在那邊看 而且我跟你講阿 我的年代就是 下班就被抓去補習班 所以也沒有辦法 我也是下班就抓去補習班 我翹課阿 媽的 你這邊 講這一道對理由 真的要想玩的話 一定可以擠得出時間阿 原來是我太乖了 對你太乖 我那時候到最後要騎腳踏車回家 我就直接拐到旁邊去了 好不好 我就補去補習了 然後回到家騎腳踏車 那個時候 騎腳踏車那個 就是已經那個時候看爽了 然後騎腳踏車回到家的時候 我還記得 你知道我國二那一年 國一還國二 騎腳踏車回去的時候 遠遠的我突然間 漢毛直樹 你知道嗎 我覺得 我覺得有問題 我的生物本能在告訴我 前面那個什麼 家裡面那邊有問題 你知道嗎 雖然那個門 看起來就沒什麼問題 看起來就像跟平常一樣 可是我就是 覺得 隱隱約約覺得有問題 你知道嗎 我寒毛直樹 結果回到家裡面 我媽在看著我 你知道嗎 完蛋了 她知道我 她知道我敲課了 你知道嗎 武習班人打丟給她 完蛋 我要被揍了 那是第一次我感受到什麼叫做第六感 你知道嗎 傻意 對我後來 我後來在想說 這絕對不是什麼 我的靈感 或者是有什麼神明托夢 跟我講說完蛋了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壞事 你知道嗎 我翹翹課啊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會有第六感 你知道嗎 我後來 告訴大家 這種東西叫做動物本能 你知道嗎 你身為動物 你以前當原始人的時候呢 你當有那個什麼 後面有危機發生 有人要獵捕你 有什麼劍池虎 要獵捕你的時候 就算是他 不在你的視線範圍 你也突然間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六感 你的身體感官 你會開始覺得這不對勁 然後要準備要跑 你知道嗎 就像那個什麼 在非洲草原上 獅子盯著那個鹿 鹿 鹿可能不看 突然就跑掉了 你知道嗎 他的第六感告訴他有問題 他的全身的那個汗毛 開始知道他 噢 聲線風吹草動都有問題 你知道嗎 當我騎腳踏車回去的時候 有量子力學可以解釋啊 只要有觀察 都會有反應啊 當我騎腳踏車回去的時候呢 有觀察才有反應 我的身體的那個周遭 已經感覺到那個環境跟平常不一樣 那是危機你知道嗎 對 但是我腦袋跟不上我的身體 對 所以很多 很多那個 信仰薄弱之男人 不是男人 不一定是 那 善男性裡面 都會想說 這是神明垂簾啊 殺小的 沒有 那是你的生物本能 絕對不要把這件事情 怪在神明身上 你知道嗎 不然神明會 神會幫你顧錯那個時候 哎呀 這樣子說 你老母知道你 沒去 沒去 看人打電動 你死啊 你 會這樣嗎 不會嘛 哈哈 好吧 神機顯現 從此信上帝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耶穌在我耳邊那個什麼 哎呀 那個本命處啊 不要回去啊 哈哈 我說不回去要怎麼辦 你不要把你立下出走啊 哈哈 哈哈 哈 哈 你要鬼衣三寶啊 你知道 你知道 那個什麼 那個從此就變成快大旋風教了 接下來就是去練格鬥技了 那 格鬥天王 哦 沒有怎麼 剛剛不是RPG嗎 怎麼現在又那個 又接機了 好吧 快點快點 如果大學時候 玩的最兇 就是要大學畢業 要當兵之前 我們同學玩的最兇 在寢視裡面 玩最兇的RPG 應該就是暗黑破壞神2 哦 可以 那已經是 即時的吧 那有點窮耶 那是國中的東西耶 嗯 大家年紀不同 他是沒樣子 對不對啊 暗黑破壞神我反而沒玩 可是暗黑破壞神 玩起來跟天堂很像 是嗎 不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不太一樣 天堂極度痛苦 稍微解釋一下 等一下 再玩這個梗 哼 暗黑破壞神是抄天堂的 那 嘿嘿嘿嘿 沒有啊 藏門是抄靈波靈的 沒有啊 他們這裡講說 就怕有人 就怕又有人看了以後 就說那個 龍與地下神抄天堂 你知道嗎 哈哈哈 拜託 這就是為什麼要做影片影片 告訴你說 50年前有了龍與地下神 才有後面那一大堆 你知道嗎 所以知道 那個時候 怕被人家 怕引起那個天堂超魔戒啊 天堂超 天堂超龍與地下神 都是 都請把我那個影片拿去 轉發轉發轉發 你知道嗎 你們下次要跟人家笑一大意 就把那影片拿去給人家看 對 不然我前面為什麼要講那麼多蛋書 你知道嗎 對 天堂傷害一堆人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你要 你要轉個心態想 當年天堂呢 那很多八加九 學那個什麼 突然間知道RPG這個東西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 你知道 國戰 當年不是聽說天堂 是國戰從那個虛擬打到現實 然後 兩個社團的人 然後直接在外面打群架 我覺得蠻屌的 天堂是什麼 抓到痛解要犯 是那個張西銘 不是 喔 張西銘玩天堂 他在打天堂 他在打天堂 他在打天堂被抓了 你不覺得這故事還蠻適合拿來 你不覺得這故事還蠻適合拿來 陳靜心吧 欸是陳靜心還是還是 沒有陳靜心誰 陳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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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靜心是幾粉刺被開到 你知道嗎 然後 張西銘玩天堂嗎 我怎麼不知道啊 好像是張西銘 因為他在台中 還是哪裡 玩天堂 對就是有一個 偷襲襲襠 反正就被抓到了 就是因為他 網路暴露他位置 喔 對我記得是 好吧 他逃亡十年卻摘在天堂手上 不錯 我應該去找這個 我應該去找這個標題 你不覺得這個真的很適合拿來拍黑色喜劇嗎 台灣的這一張應該是要被記下來的啊 天堂的心盛啊 然後那個什麼 八加九都喜歡 你看前一陣子不是有一部 那個什麼 黃靖所演的電影 叫做 鬥魚嘛 對不對 鬥魚是 好前一陣子 在幾年前 對不起 但是鬥魚很好看喔 我那個什麼 我推薦你 我推薦你們去看 迪斯尼Plus裡面有 好像應該在那邊有 然後 那故事其實還滿 九八九零年代 那真的就是女 少女 少女觀點 乖乖女 愛上八加九 可是裡面就有幾段是這種去MTV 然後男生就是想要跟他摸摸 然後想要清清招 這時候外面有人來打 來揍他這樣子 然後 後面還有幾段就是那種在掉家床搭起來啊 什麼的 然後或者是飆車啊 然後那幾段事實上都是我小的時候 哇 就覺得 哇那個跟我小的時候所遇到的那些事情 其實很接近 你知道嗎 對 可是因為我後來年紀大了以後 你看我也不是八加九 對 所以我也沒有經歷過Pachita的年代 你知道 就是只有看而已 但是那個時候的確是賓果市啊 然後那個什麼MTV啊 然後 那個什麼 或者是那種飆車啊 但是 怎麼沒有天堂 來個天堂嗎 我覺得寫一個 那不會 那個什麼 不是鬥魚講的 就是那個女生觀點 那怎麼沒有那個什麼 再往後十年的觀點 就是他們家小孩子 玩 打電動 然後跟人家團戰 啊那個什麼 欸 金城武有演過啊 金城武是玩格鬥天王 那那個什麼 他跟楊朝偉那一部叫什麼 百渡人 你知道 哇那段還寫得很詩異的欸 那個什麼 你是討替金 我是巴承安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人 歹脫不想要糾纏彼此 對不對 不錯啊 天堂怎麼不來講一下 我覺得這故事也滿有趣的 那風靡全 風靡全台灣欸 哇 那個時候連槍擊藥犯 全部都淪為他的那個 對 都變成他的那個俘虜 你知道 好吧 所以他在講 魔界超天堂的略形 不會啊 就是那種名字已開 他們至少知道天堂這東西吧 對不對 好吧 還有其他人 RPG的那個 關於RPG 角色扮演 沒啦 就沒人玩過 沒有時候我們就去聊啊 對 有人講話我這樣 我才可以吃麵包 不然這整個不就斷了嗎 對啊 我可以聊一下暗黑啊 好啊 那您介紹一下暗黑啊 對 最近要那個 剛公測完 暗黑4最近要出了嘛 剛好聊一下暗黑 就是 其實大家應該 最了解的應該是從2開始 因為1的暗黑那時候沒有很 因為1的那時候他 他就是那時候美術那些風格已經做出來 但是 好像因為他只有英文版的關係 所以在台灣不是很有名 然後到我們 國中的時候大概是 2000年左右吧 就是開始他暗黑二出了 然後 那時候剛好 台灣的那個網咖 開始很新盛 對 對 那時候1K那咖啡啦 那時候網咖很貴 你還記得是幾年的事嗎 1998嗎 國中的話大概是 幾年次 幾年次 幾年次等一下 77 19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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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大概是 2000年之後 2000年之後 就國中嘛 那時候開始網咖還新生 那時候 網咖超級貴 就是 一個小時可能要 五六十塊 然後他會 送你飲料 以前飲料是送的喔 現在便宜到 就是一個小時 然後飲料很 現在應該可以隨便去拿了吧 現在應該很少去網咖 因為他家家裡有電腦 沒有因為主要那時候 不是每個人家裡有電腦 但是不是每個人家裡電腦都 可以連線的速度那麼好 然後加上有這麼多遊戲 我們家從小就很多電腦 沒有那是你那年代啊 我們以前你家電腦 而且不是那個 差五歲而已啦 差五歲而已 我是82年的啦 他叫的 他叫的方法 還不是那種幫派式的 阿尼基的叫吧 他是家裡面的哥哥的叫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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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繼續說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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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那時候是波階 家裡的電腦波階 然後網咖是那個 你電腦那個 網路可以用到 所以 然後再這樣 那時候他們 就是網咖還有很多種 不是每個人家 都沒有那麼多遊戲 所以就都去網咖玩 然後 你玩一玩就會發現其實網咖 那時候網咖大家都在玩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網咖 CS 然後你就一直會聽到那個什麼 啪啪啦啪啪啦 對 啪啪啪啦 然後什麼 解鐵棒解鐵棒 有知道那個哏的 都有年紀 哈哈哈 對 CS1.65 好狼 然後再來就是天堂 天堂跟 那時候好像龍族 然後金庸 反正就是網遊 金庸群俠賺 那個我有玩過 對 金庸群俠賺 夺密年環三千劍 那時候 對 然後再 再來 最夯的就是 所以那時候去網咖還有個好處 因為你可以抱人家大腿 因為我們那個國中生就是 懵懵懂懂不會玩 然後去你就 你就玩得很爛 然後旁邊就會有大哥哥看不下去 說欸 你怎麼玩這樣 來我來帶你 那時候就會享受到 那個小新手被高丸帶的那個快樂 他剛剛講了幾個都讓我很不住想要吐槽的話 你可以去抱人家 你可以去抱人家大腿 我想到的是具象化的畫面 我不是那樣扯抱人家 我不是啦 因為我玩的 然後他的大哥還說 不是 他大哥說那個時候 你小弟那個 然後就玩什麼 玩到高丸 怎麼會有搞丸這個字跑出來 你抱人家大腿又高丸 高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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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聽過這說法 高丸 高丸 是有這樣講 大陸說法 對啊 不是怎麼會 又抱大腿又高丸帶你 你怎麼 老種帶你 老種 老種好不好 好吧好吧 那個時候我無聊笑話 那你繼續講我繼續吃麵包 可惡 然後 然後那時候 就是我可能 跟朋友去了一個禮拜 我才勉強把那個 因為暗黑有三種模式 就是 他就是 劇情你通第一遍叫普通模式 然後你打完第一遍之後 就會進入第二個模式 惡夢 然後打完就在變地獄 所以你要刷完三個模式之後 你把角色基本上練到七八十等 才算角色成型 然後就開始無盡的刷裝備地獄 所以暗黑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算是logalike的 有點始祖的這個狗 就是無限一直刷 一直刷一直刷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可能 我好心辛苦苦打一個禮拜 終於普通破關了 然後那個老手看到 欸你有在玩喔 我還帶你 然後兩個小時 就直接把你地獄全部通完 然後開始一直刷 然後大概 一天你就八九十等 然後開始 就開始進入五十等 然後你就不想玩了吧 就很不好被發現 確實到後面就是一直不停地刷 好 這就是我不喜歡暗黑破壞 我心中有點慶幸 好家在我沒去玩這個 可是其實所有的 就是那時候的網路遊戲 你玩到後面 就是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 像我玩天坦 我就覺得很無聊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練到 好像三四十等台左右吧 然後我就想說 媽的我連續打一個月 還升不了一等 然後我每天早上 就是上限就是 找個怪 然後砍他砍他砍他 然後 然後再找下一個怪 然後砍他砍他砍他 你要重複兩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覺得 這樣還玩得下去 我現在都覺得有點不可思 所以我那時候為什麼會 因為你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玩 對 所以我後來我就跑去玩 魔力寶貝跟石器 欸 瘋子什麼時候出來的啊 我記得我印象的時候 就直接上瘋子 瘋子骨 還要在後面 沒有 原來他剛剛講的瘋子骨 並不是軒圓劍瘋子骨 是軒圓劍 那是那個 大陸先出來 大陸好像叫 欸不是 那是韓國 韓國瘋子骨 然後被台灣代理之後 他就改名叫瘋子骨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的遊戲 都是代理國外的 嗯 像那個龍族啊 天堂啊 都是啊 然後石器好像是日本 對 沒有啊 石器 石器 日本嗎 石器跟魔力寶貝好像是日本 如果沒記錯的話 不然就韓國啊 通常不是只有這個 然後再來就 然後到後面大家最瘋的 就魔獸世界 魔獸世界 改變 改變所有 線上遊戲版圖的一個遊戲 對 可是他要付費 所以就沒有啊 沒有之前 沒有之前也是有付費啊 但是 因為他的月費特別高 對 我記得 嗯 我們玩瘋子骨就沒有啊 所以說小學生就玩這個 不用錢的 因為那時候大學生啦 就省個 高中生啦 中生你就有利用錢嘛 你省個幾餐 就是你中午 中午要學要吃電汤嘛 一餐六十塊 對 整個午餐你就可以包個月啊 對啊 嗯 就是這樣啊 嗯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打那個嘛 那個 三國信場 三國信場 就是大學生最愛的那個 然後後來露出來了 嗯 又改變了一次 那個 遊戲的生態 嗯 所以這個是 PC Game 應該是PC線上玩家的那個生涯 對 他講的是 完全是那種的 對 現在俗稱端遊 對 端遊 端遊 端遊就 端遊就 端遊就沒落了嘛 就變手遊 現在只能跨過那個 三口山在撐而已啊 他也快掛了啦 尤其是那個 中國那邊 不是 那你沒有經歷過那個什麼那個 RO嗎 就是那個什麼 先進傳說 RO就是 就是石器後面接的啊 嗯 然後後面 就是石器完之後大家再封RO 欸 RO可是那個什麼 很少數有很多女生玩家開始 對 對 RO就是 封婆 那個搬上 女生拉近距離的一個好方法 網公網婆 對 他們只會網RO 剩下的都看守 我婆婆要去當兵了 下個要當兵了 對 我網頭要去當兵了 哪該 網婆就是當兵了 RO那時候還有一個最屌的是 就是 他的外掛 可以完全模擬那個 你在幹嘛幹嘛那邊 就是 他外掛屌到一個 另外做一個那個 客戶端出來的那個感覺 就是 對 然後有時候希望 好 希望更後面的啦 好 其實RO比 RO比那個 RO比魔獸世界早啊 對啊 我記得 這個斷線修不好 對啊 這個斷線修不好 那個伺服器超級不穩 因為是新幹線代言的 你說叫新斷線啊 對啊 新斷線啊 對啊 對啊 RO出來的時候 我這樣才大學 大三吧 可是 真的嗎 可是我RO是 我國中時候玩的 對 我就比較老啊 我是1980年次的 我69年次的 對啊 8歲 哦 是是是 那可能差不多 RO RO後來 就RO後面 有什麼希望啊 然後有些什麼 飛飛 我記得還有什麼 就是 可是那時候就 因為魔獸出來啦 魔獸出來就直接打趴所有那個 魔獸 魔獸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 入社會了 我後來記得那個時候 就是很多人突然間 我記得那個時候 別的公司的人有在抱怨 他們家美術突然間都不來上班 呵呵呵 然後 當時也有發生那種 部落客的那個消亡 大量消亡 很多部落客都不更新 對 就開始 都跑去玩魔獸 你知道嗎 對 有很多 有很多我們有在讀那個什麼 讀的那個 像我那時候很喜歡追一個 DVD的那個什麼 的評測叫做江口洋蔥 你知道 整個修刊 他整個部落格就不見 你知道嗎 他說我 他說我 我去打魔獸 拜拜 然後後來就沒再回來 對 後來偶爾再回來 有偶爾有再回來 那個時候寫一兩篇 但是 就是你一絕不正了 你知道嗎 就丟在那裡不躲 對 我另外提一點就是 那時候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三國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有一個論壇 就是裡面有一些作者 然後所以我們都跟那個作者 嗯 他那個有一個三國作者 一看來叫艾悅吧 嗯 他就因為他會打魔獸啊 然後就停 然後就給大家 哪個三國啊 魔獸三國 呃 魔獸三國 魔獸三國吧 魔獸信長跟魔獸 魔獸三國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外 那是什麼 哦 魔獸他有自己開放一個 魔獸爭霸3有一個很棒的 任務編輯器 我知道那個 對 然後那個 他就能信過這種那個嗎 魔獸三國 魔獸三國 就是用三國人物的角色 的名稱 就自己建那個模組 然後做成那個三國人物啊 信長三國啊 沒有 一開始他是直接摳 我就這樣說 一開始他是直接摳 他們有那時候 美國在玩的就是DOTA DOTA 那時候兩三個版本 然後我們台灣就是 翻過來把它弄成中文 然後改一個三國 那劍魔 那我玩的是 已經沒有火影了 對前面沒有劍魔這件事情 前後劍魔都是後來做大了之後 有人去幫他搞 一開始就是 你說阿薩斯 然後就說他是劉備 比如說有那個 破法者 就是史瑪懿 對就是大概這個感覺 就是有一些長得比較像的角色 所以當時那樣子玩 那個什麼 也很多人玩就對了 很多人玩啊 他形成了另外一種 遊戲流派 那時候那一批DOTA的玩家 就是現在 在LOL這麼多觀眾的支持者的基石 因為那些東西都消亡之後 就大家都跑去roll了嘛 那雖然我們長大了都可能不玩了 因為手術或什麼 我不知道欸 但我都還有玩到欸 我高中的時候還有玩到欸 對啊 所以大家都會看 1112年的時候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這是一整個遊戲的發展 一段歷史 他剛剛講的完全是線上遊戲 因為 從我的那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有接觸線上遊戲 但是 呃 同時 因為我最早還是玩TV game開始嘛 遊樂器啊 還有街機啊 對啊 所以 當然是像我剛剛在講的那個什麼 最早的那個RPG 事實上並不是線上RPG 是在家裡面的封閉RPG 對自己玩的嘛 先見那個 就是單機我有玩 只是因為 就是 大學時候那個 跟 自由 每天都會打 所以印象比較深刻 但是單機的部分 就是可能 大家沒有打的時候 自己回來 沒有 像大學那時候有忍龍啊 忍龍就很好玩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有一部 是 就是主角是那個病毒變的 那部叫什麼 這部我覺得 異模吧 A哥 A哥 是A哥對 A哥那部 A哥是那個叫什麼 略莎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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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我都沒碰過耶 完全跟我們不是同一個時代的東西 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 這時候 就往他玩 就是玩GTA 聖誕地劣勢 然後就那邊 簽 簽 秘記出來弄人 對 還有 還有 那個 國中生主要玩 明星志願2 哈哈哈哈 明星志願 大禹製作的 的那個 老爹 老爹好像進去那個 大禹嘛 然後他一直被問說 那個什麼 明星志願要出3 還是4啊 有 有要出嗎 明星志願好好玩喔 那時候 對 他一直被問說 要不要出下一代 我的 其實我的那個什麼合夥人啊 之前就是在大禹工作 他就還 他還是大禹的PM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當人 那個宣言 應該是5吧 還是雲 那他會不會認識我叔叔 你叔叔 你叔叔 你叔叔哪位 大禹御用的那個 年終的主持人 這樣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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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問他 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 我後來還曾經有一次進去訪問的那個什麼 他們的音樂 就是 毛獸 對 無心 無心瑞 對啊 大禹那時候也蠻多 那時候有那個 小時候 便利商店啊 然後什麼 大富翁啊 那時候也 那個 你講的事情 其實那個時候 摻雜了好幾件 你知道 好幾個東西啊 就是 最早最早 紅白機 就是跟街機 外面就是街機 大型電動 然後呢 當紅白機 跟超任興起之後呢 遊戲小賣店開始 出現一種 因為你買不起這個主機啊 但是你可以投10塊 玩10分鐘 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那時候 的確也 那個時候 放學回家的時候 也會在那邊流連忘返 你知道嗎 就看著人家在玩太空戰士 5啊 然後 看勇者鬥惡龍啊 或者是玩那個 音速小子 這種的 10分鐘 10塊錢 對對對 讓你們前面 我還記得 那個那間店 叫做小博士 好了 如果有台中咖的話 你們那個時候 你們可以 想想看 你們 是不是你們的小時候 有跟我重疊過 對 我國中的時候 念的是東風國中 我國小是念台中國小 對 然後我東風國中 那一年 其實大概只 念了兩年吧 然後我就 我就被丟到山上去念書 但是那兩年 你知道小學 那個時候 青少年時期的那個 每一年 事實上都是 都有很多事情 可以講 長大以後 可能一年才兩三件事 可是小的時候 一年有很多件事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回回家 然後回家 會經過那個 從東風國中 回到我的那個時候 我的家的路上 然後就會經過一間小賣店 叫小博士 他的前面呢 就四顆 四台那個印象管電視 然後老闆會在後面的櫃台 然後你就要跟他講說 我要 我要玩什麼 然後他就會開給你玩 這樣子 多少錢 一分鐘 十分鐘 十元 所以有人在那邊玩很久 然後呢 如果你在那邊看膩了 你可以進去裡面 然後裡面就有那個 格鬥天王 吞食天地 投十元 然後可以看你玩多久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快打旋風 快打旋風 那個之前更屌 就是那個二代的時候 就是芳心未愛的年代 那是在我國小的時候 那是在我國小的時候 剛才有人在問 他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玩街機 街機的那個 街機的興奮感 就是一群人圍在那邊 你知道嗎 圍在那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大家眼中都只有 都只有 戰鬥 你知道嗎 沒有身份階級 也沒有那個什麼 有錢沒錢 擁有的就只有戰鬥 很純粹 你知道嗎 一群人圍在那邊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小孩跟大人的等級 是一模一樣 就是想突然間變平等的 你知道嗎 所以小孩可以屠殺大人 你知道嗎 就如果你小孩夠厲害 你就屠殺大人 這樣子 對 然後小 當然啊 我還沒有真的遇到在外面 那個什麼 就是從裡面打到外面的情況 但是我能夠理解 就是從外面打到外面 因為我跟我弟 還真的有發生過 你知道嗎 對 真人格鬥 就是突然間從 從裡面的虛擬格鬥 玩到真人格鬥 我還有這個印象 你知道嗎 我還可以 我歷歷在目 我現在講下來以後 錄影存證 你知道嗎 哈哈 我記得應該是 應該是國一那一年 我帶著我 我帶著我弟 然後去玩 你知道嗎 然後就欸 那一款應該叫做 超任的遊戲 亂馬二分之一 你知道嗎 亂馬二分之一的第一代 你知道嗎 對 那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亂馬這個系列在超任出了好幾代 可是呢 就只有第一代 動作最好玩 因為他後面呢 超任的特色就是他們畫面漂亮但動作很慢 你只要把那個什麼 每一個畫面 他 他 他可以 用點證點出超級漂亮的東西 但是呢 他要讓他動起來就會變得很卡 對 那 要如何讓他看起來很順呢 那個人就要小小 所以 一代的時候人小小的 所以動作很很順 你知道 就是那個人會在那邊跳來跳去這樣子 然後呢 我還記得 那個時候我跟我弟玩 然後 我基本上我屌孽我弟啊 你知道 然後那個 我其實覺得他是抓 我覺得他其實是有點抓不太住那個什麼 玩遊戲的方法 對 所以 他可能那個抓不到那個台名 然後 亂馬 男的亂馬 那個角色跟女亂馬的角色都有一招畫圈的 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來一下這樣子 然後來這樣子一下 那個時候隊友就會打 然後就倒 我就 我就靠這一招一直把我弟打到死 你知道 我還記得我弟那個累積心中的不平 突然間跳起來 然後 對我的嘴巴來一個政權攻擊 你知道 我被我弟用政權攻擊 打了 他生氣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所體驗的那個什麼 從虛擬打到真實 你知道嗎 就是 從裡面玩到現 對 就真人格鬥變真人格鬥 不過 容我說一句 就是 在大部分的時候不會發生這種事 就算你的身邊有非常屁的小孩 以前就常常有遇到那種很屁的小孩 你知道嗎 打一打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一直跟你嗆聲 你知道嗎 比如說那個生龍犬 然後龍生龍犬 然後他就突然間 然後跟那個什麼 你操縱那個角度說 拜拜 一直這樣子 你知道嗎 然後你真的是很顯 很煩 然後很想揍他 這樣 可是 你就不能真的揍他 你真的揍他你就沒休養了啊 所以你要忍住 知道嗎 就不能在外面那個 你要在裡面贏他 你要在裡面贏他才是 但是人家就是技巧比你好 所以他就一直 他就一直淋入你啊 你知道嗎 然後偶爾呢 你也會 如果你投錢投了很多 如果你遇到一個跟你 年紀比你大的那個大哥在那邊玩的話 有的時候大哥可能還會想要讓你一下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 我覺得那個時候 玩街機 最 溫馨的就是你可以 跟陌生人建立一些 有趣的友誼啊 你知道嗎 當然這是一對一格鬥的 像是那種街頭快達 或吞食天地二那種的 他有合作的 他常常可以合作 有高手來帶你 有高手帶你啊 或者是你跟他根本也不熟 但是他會突然跟你講說 你手那邊我手這邊這樣子啊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在那邊 這時候你突然間覺得 哇好像你交了一個朋友似的 然後那大概短暫的大概 好啦 玩街機大概玩到半個鐘頭 一個鐘頭吧 對 如果那個時候 你錢帶的少 但是有人帶你 你真的可以玩到很後面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 他可能在前面對付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張寮啊 然後你在旁邊虐小兵這樣子 然後你也覺得好像 你有參與這一場戰鬥嗎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那種 算是那種 跟團的那種玩法 這在早期的那個 線上遊戲之前 玩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最 最能夠聯絡感情 就是而且那個 你跟這個人 可能下 下了那個什麼 機台以後 你就不會再見面 就不會再見面 這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題材 你可能可以跟 跟某個人建立某種友誼 對那好 那 這個就是街機的魅力啊 而且我其實現在還是非常的 那個什麼 懷念那個 一群人圍在那邊 然後很純粹的年代 你知道嗎 只是當年的 當年那個什麼 政府單位 立委跟那個議員 或者是大人們 都覺得 這個東西 這個環境很複雜 龍灘虎穴啊 就是因為 很多有手好險的人 在那邊嘛 對不對 玩遊戲這件事 就是有些人越大 可能不工作 然後整天跑那邊嘛 對不對 你如果有看過那個 就看得到 就有人在那邊那個 對不對 然後 後來還有一些 那種 你知道 台灣人就是這種 個性啊 任何東西就是想要 就會想到賭啊 所以後面 就會開始出現 賭錢的那種 電玩出現嘛 什麼天蠶變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是或者是那個 那個什麼水果盤啊 那種東西放在裡面 小馬力 對 那那個 那當然這時候突然間 為那個電玩這種東西 大型機台 就突然間 蒙上了一層陰影嘛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哦 那個 裡面那個什麼 又有人在那邊抽煙啊 然後又很多那個 複雜的人啊 小孩子去那邊玩不好啊 然後再加上他們後來又賭錢 然後又賭了錢 以後突然間就有一個 光明正大的理由要辦他嘛 賭博電玩 你知道 然後陳水扁上任 就把所有台北的那個電玩 就抄了 他一抄然後整個全省也就跟著 其他地方也跟著一起玩 那 那大型電動從此就 那個什麼 從此沒落啊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應該也是 那個什麼 那個網咖 他們開始轉移到網咖去 你知道 所以 你知道 那變成網咖變成很複雜的地方啊 你知道 就變成 可能也是會有那個什麼流氓啊 那邊整天在那邊 幹什麼 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什麼 他們要賭博他們也可以有辦法賭博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你看 那你這個 你只是把大型電玩的這個東西把它弄死了而已 你知道 然後就 所以 在街機聽之前是什麼 撞球管 還是嗎 對啊 撞球 彈子房 對 那個我有聽過 但是我也不知道 現在你也無法想像 他是在 你們下次 你們下次再那個找 再來戲子找我 我們家樓下就有一台彈子房 我們可以下去撞 對啊 沒有 可是我沒有經歷過啦 因為我也是個乖乖小孩子 就是我最多就是玩 我也是這個宅宅啊 所以我那時候 頂多就是玩完 那個大型電動啊 不過那個 我們 以前 我當我到了那個山上 你知道 到了教會學校以後 就也是有那種 在外面那個什麼 塑形不良 被爸爸媽媽媽丟進來 然後他就會跟我講 那個彈子房有多棒 你知道 有一個 有一個人講的 我還挺嚮往的 你知道 我一個跑朋友講的很嚮往 那個什麼 去那邊撞球 你知道嗎 去那邊撞球 如果沒有人 那個什麼 會有那個小姐陪撞 會有陪撞 會有陪撞 會有小姐 你如果看人中 不是有玩人中之龍這遊戲嗎 一定有啊 對人中之龍那個什麼 就是會有一個女生 那個店員 女店員來跟你打啊 對不對 因為那個 打撞球是要有 有對手的嘛 然後就會有 會有女生教你這樣子 然後女生教你的時候 然後男生就會毛手毛腳 然後他還那個什麼 比如說那個女生在那邊 撞對不對 他會趴著 然後男生就 在那邊看這個東西 對對對 然後後來那個什麼 甚至調情調到好 女生在那邊撞 來我教你 然後從背後 這樣子 從後面握住他 然後 對對對 對對對 他說我後來他那個時候 那個他跟我還蠻不錯 我還要載他去去玩這樣子 欸 把妹 你知道嗎 就是所以彈子房那個 聽他講 我覺得我好像不錯 你知道嗎 對我打電動就不會像高分 高分少女那個 30年後才在辦畫裡面看到一個 那個機率微乎其微 老實說 但是在彈子房裡面看到妹 好像還蠻有可能的 對 不過 老實說當時那些女生是 多半都是 去打工的 你知道 賠狀 你知道 那 對那個這概念跟十全書房的那個什麼 幫你掃書的那個什麼 姐姐 或者是來打工的那個女生 都特別長漂亮的是有 是同一種道理 你知道嗎 好 好吧 欸為什麼突然間講到彈子房 哈哈 這就是 現在都是玩那個把 洗衣機吧 沒有現在已經在玩那個 寶可夢那個 那個什麼 我看到是那個洗衣機 就是那個 音友 音友在這邊 對對對 現在已經核心化了 就是 那個叫真的很多 很多女生的 那個叫真的蠻多女生的 是 但是 我也不會玩 對啊我也不會玩 對啊 對啊 那個男啊 那是真的窄窄了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那個年代就是 最簡單的就是 玩那個格鬥啊 然後當然啦 那個後來湯姆熊 那種新奇的 就還有那種什麼 頭文字D啊 或者是那個藍波 對或者是VR VR快打 然後或者是那種 那個 那就是比較大 還有跳舞機 那個年代還有跳舞機 就是後來就開始出現了那種 那個什麼 你要 你要再比較 他會幫你特化那個 你的輸入方法的那種 那種遊戲 音友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新奇的 就是 他大型電動開始去找到一些 他存在的理由 就是一些在家裡面 你很難去 做到的事情 對 我還記得那時候 PlayStation也有 也有試著在 出了一個跳舞機的那個 遊戲 然後你可以在家裡面跳 但是老實說 你真的只有在外面 他找到了一個 理由 你就只有在外面 可以找到跟你同好的 然後在那邊玩那個東西 你在家裡面 頂多就是練習而已 對啊 那個高分少女裡面講的 其實就是 你在家裡面練 就是為了要去那邊 跟人家挑 對啊 好吧 至於 這邊講的事實上 都是大型電動 至於RPG這種東西 那是一個 小時候玩RPG 跟SL 我後來比較常玩SL 因為玩RPG 實在太容易迷路了 你知道嗎 RPG基本上 這就是為什麼 那個時候 他很明顯就是從 龍魚地下城來的原因 你知道嗎 因為 本來龍魚地下城 就是地下城 就是探索那個迷宮 不是嗎 對啊 那後來變成 變到了那個時候 日系的RPG裡面 他基本上 這個概念也是沒變 那常常在那邊 探索山洞裡面 有什麼東西走來走去的這樣子 然後 越到後來就是 越做越複雜 所以我經常迷路 然後 以前的線 像剛剛有人在講說 他玩那個時候 太妻 欸 那個年代能玩太妻的 那個也是不容易 因為其實 呃 單機遊戲中文化 也不過是這幾年 這十年內的事情而已啊 是吧 要買工日本啊 對 以前的那個情況 就真的是你在家裡面 玩玩玩玩 玩久 然後那個時候不知道 然後就 你上課的時候 你帶攻略本去偷看 老師在上課 你在下面沒有在 沒有在上課 然後在那邊翻那個攻略本 看 攻略本 對啊 我很多遊戲都沒有玩過 然後只看過攻略本 就是看攻略本啊 對啊 我那個時候也 我也買了不少攻略本 有一些很厲害 他還會把那個劇情對話 全部都翻好好不好 對 那個時候 像那個什麼疾風之狼的那個 攻略本 我就特別喜歡 他會把對話集權翻好 你知道嗎 對啊 我那時候也是一直看這個啊 我下課的時候就狂看這個 我是 腦袋裡面規劃 你知道嗎 我幾個 像三國志的功能 我幾個月以後要去攻打誰 你知道 就在那邊一直想 這樣子啊 對啊 那好 然後 所以RPG我很少玩 因為我是在太容易迷路 對 所以 而且那個少 因為中 他的那個 那叫什麼 翻譯 就是那個時候的日文啊 很多甚至沒漢字 所以 你光是看那個 你很難 看他們的對話 去了解內容 就得得得得得很久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開始傾向於玩SLG 對 一開始就像他 就像那個什麼 剛剛講的那個三國志啊 對 我還記得那個 不過我的第一款SLG 是三國演義 是PC的 那後來玩了超人以後 覺得超人的畫面比較漂亮 就 就都買 就開始玩超人 那當然後來買了磁碟機以後 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啊 對 那 後來什麼 三國志二代三國志三代三國志三代玩的最瘋了 因為三國志三代是有中文的 完全有中 他們那個日文的部分很少 漢字很多 對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個 你就算不會日文 你也大概可以玩的遊戲 然後後面 像什麼機器人大戰啊 機器人大戰的對話少 的那個對話全都是 都是拼假名騙假名 但是 他的那個什麼 很多 他至少有英文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什麼 他的技能什麼全部都是漢字 所以玩 機器人大戰三還不錯 對 對 三國演藝是台灣人做的 對 然後那個什麼 後來還有再出二代啊 對到我大概高中的時候就出二代了 對 什麼什麼 對 對 對 我會打到一半 還會跟你們講 你知道 我想說我整理好幾次 那看他都沒變 對 因為我後來按了以後他不給我改啊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呃 呃 什麼 六五啊 那叫什麼 那個什麼 恐怖行星 終於在那個什麼 講話之前 然後慢慢的那個什麼 慢慢的把飯吃完 我應該消化不了 一個小時 終於吃完了 沒有 因為吃一下 然後又要在那邊講話 對不對 好了 這也算是那個 已經十點了 好厲害 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好等一下 六五恐怖行星 然後還有 碧凱 星系爭霸戰碧凱 碧凱 嗯 有啦 他拿來我都有看好不好 我都有看 我還會把它變成那個什麼 全螢幕的 對不對 好 遊戲王我走 沒有啊 那個 也就是說我 我對於線上遊戲其實是 那個什麼 沒有太多時間 放在那個地方 至於剛剛有人聊到那個 問同級生是不是RPG 同級生不是RPG 同級生不是RPG 同級生 同級生叫做ABG 你知道 那叫冒險 文字冒險 對 但是同級生怎麼玩到的 那也是一個我小時候 最有趣的一個經驗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 我剛剛不是提到嗎 有人投十塊 然後可以玩 那個紅白機跟超人 那是還有人看著的 然後後來呢 就是有人做大補帖出來的時候 就有人想 真的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超厲害的 你知道 把那些大補帖綁在一台電腦裡面 然後投十塊 然後你可以 投十塊以後 然後你就可以去 選那個 你就可以動那個鍵盤了 然後去那個動那個鍵盤 你就可以去 操縱 你要玩大補帖哪個遊戲 這樣 然後同級生就賀然在練 對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是在 我在那個什麼 南投念書 然後 然後 放假 的時候 南投 魚池很無聊 然後接下來就 只好跑去埔里玩 然後跑去埔里玩呢 幹什麼 那些 那個時候 就是在菜市場那邊 就會有一些電玩可以打 然後就賀然會有一台PC 擺在那邊 頭十塊可以玩十分鐘 然後有一個阿嬤在那邊 就有一個阿嬤在那邊 看著 阿嬤其實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麼 就只知道那是個機台 然後 頭十塊玩十分鐘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賀然發現 哇裡面有同級生二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在 光天花日下 外面還有很多人在買菜 然後我就在那邊 頭十塊開始玩那個同級生二 你知道嗎 但是我老實說 我其實是因為 當年同級生 是 同類的那個PC game裡面 畫面最漂亮的遊戲 你知道嗎 你要玩多久才可以玩到精彩的地方 喔 沒有沒有我告訴你 我本來以為會很久才玩到 結果不小心就立刻玩到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 因為他們每一個角色 他們的每一個角色 事實上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對 然後那個有些人就是很避暑 像是很難攻略 像他的妹妹那個義妹阿 明哲偉 就非常難攻略 你知道嗎 對 但是也有笨笨女孩子阿 對 我還記得這個女 這個角色的名字耶 你知道嗎 都竹燒江 你知道嗎 你學妹 每天都會在那邊繞著那個什麼 就是 那個什麼 我很喜歡學長阿 什麼什麼 就一直過來跟你講話這樣 然後有一天呢 你就 那個什麼 就去跟他約會 然後你就酒後亂姓喝醉酒 然後接下來就有得看 你知道嗎 我還記得 當這個畫面出來的時候 旁邊的歐巴桑奶奶在那邊 哎呀 年輕人阿 你真的生這個 你都看得到內褲阿 然後那時候 然後可是我那時候才高中阿 你知道 那個血氣方剛 你知道我眼睛張得大大的 哇 一直看 你知道嗎 那個什麼 我怎麼會想要理那個歐巴桑 那個時候正在精彩 你知道 哈哈 好吧 對 這也是我國中的時候 最有趣的幾件事 你知道嗎 田中美莎 算是好攻略 田中美莎算是比較 那個什麼 比較積極的女生阿 他就是那種 你跟他 你如果在某個觸發點 跟他講 講對話講到某個 他其實就是會蠻喜歡你的 因為田中美莎在 那個同期生2 裡面是一個 從外地來 然後 的已經是 已經是那個什麼 年紀比 男主角還要大幾歲的那種女孩子 所以他比較開放 對 他好像是一代的人物 對 他是一代的 女其中的一個角色 但是他這二代都還有 這樣子 然後 還是這樣 一講下去 好像大家都走得都差不多阿 大家路線都差不多 對 對 點技能路線都差不多 不是這樣子 沒有 可是同期生其實後來 我發現他攻略真的很難 你知道 你要攻略到一些女生 真的是 非得看攻略不可 不然根本就不太可能 尤其是 哪一天才會發生這個 尤其是 他就是跟你講說 你幾月幾號的時候 然後要去哪個地方 觸發那個 那個訊息 對 然後 尤其真的是有夠難的 然後那個 尤其是那個什麼 他的異媚真的是 太難 他 只能說女人性海底症 你知道 他本來就已經跟你不錯 對 雖然是 那個 那個什麼 預設的女主角 但其實他非 他其實他非常難攻略 沒有 觸到那個 同期生算簡單的 你如果玩FAT 你就知道 喔 沒有 FAT沒玩 對因為我 對對 那個我的戀愛遊戲經驗 真的就到那個時候 就是玩同期生二一個 但是那個時候 FAT我是沒有玩 但我得 但我告訴你喔 我那個時候 FAT不難啊 你只是不停觸發 那個老虎到場結局而已啊 每一點都不難啊 對不對 就一直死 沒有 我同期生 大概是我玩那個 戀愛遊戲的那個什麼的 最深刻的記憶 因為後面什麼 有 有人跟我分享 他喜歡玩什麼 心跳回憶啊 什麼的 我那時候想到 他畫面就沒有同期生漂亮啊 因為當時同期生那個插畫家 真的畫得太美了 然後 然後那個誰 喔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還中毒 你知道 就是有點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你知道 高中生中二病的時候 你就喔 好喜歡他 你知道 還寫日記 然後還寫那個 然後就把那個故事把它寫下來 我知道 因為其中那個時候 一個那個時候 最完整攻略的女孩子 叫三本英子 知道 哇那真的是蠻好攻略的 而且故事超純耐的 就是一個 在醫院裡面那個時候 大概在住在二樓 然後你每天爬上樹 去跟他聊天這樣子 有一天他不見 有一天不見了 然後那個時候 旁邊那個 護士說 哎呀 真的太可惜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 高中 高中年紀啊 都看著說 哇 整個中毒 想說要是這樣 可以把浪妹就好 你知道嗎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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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時候 高中 高中年紀啊 都看著說 哇 整個中毒 想說要是這樣 可以把浪妹就好 你知道嗎 對 當然 騙笑欸 那我去講事情 你知道嗎 好吧 好 那個 那個是戀愛遊戲 你知道嗎 那個當然是戀愛遊戲 當年的那個什麼 那時候還會看那個啊 草莓百分百 沒有 那個時候在看DNA 然後在更之前 是看那個電影少女 對 然後IS 誰就是那個 對 我那時候都看那個 貴聖盒的 我覺得那個 不過後來才 後來才接觸到那個 那個什麼 你剛剛講的那個 對 對對對 但我覺得草莓百分百的劇情 比較無聊 你知道嗎 對 廢話 當然也是一樣 就是 就是在那邊 你喜歡我 我不喜歡你 他偷聽到他然後什麼東西的嘛 草莓百分百 重點就是在擋針啊 沒有 幾乎最早的擋針啊 幾乎最早的那種 中西軍對抗啊 沒有 因為那個 理論上有四個 但是其實只有兩個 我們那時候情鬥初開 所以那麼一點點 就已經可以讓我們血脈膨張 哪像現在 你只要 那個時候 動動食指 然後 那個時候可以看到一大堆同仁 然後那個什麼 哇 那個 牛腰百層的 那個什麼 說要露就露 現在就連那個什麼 一般的 一般正常翻也會露蠻多的 甚至有不穿內褲的女神 對不對 整個搞什麼鬼 你知道嗎 真的釋風日下 人心不古啊 好吧 後來 變了啊 大人 我看一下 我已經改了 應該已經改了 有了 出來了 好吧 既然這樣子 那個什麼 我們是要先從只有我看過的東西開始講 對 讓我先講 讓我先抖內 讓我先講 讓我先講 讓你講講 沒有 那這樣子那個什麼 恐怖行星跟星系爭霸戰畢凱不就很那個嗎 好啊 算了 對 那個什麼